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黃絲拉第二天在羅馬 今早我們預約了一個K-look的團 會參觀古古羅馬廣場和羅馬競技場 由於在Google map搜尋到 由酒店走到集合地點都是16分鐘 我覺得不需要坐地鐵 於是早上7點半左右 我們就走 接著Google走 其實路不是很多 現在早上7點多 看到羅馬的建築物很有特色 而且昨天晚上下雨 所以天氣也有少少轉涼 今天天氣應該是21至29度 這就是集合地點 其實距離古羅馬廣場和羅馬競技場都很近 由於導遊說古羅馬廣場是9點才開 所以我們集合8點半出發 現在我們出發了 這就是古羅馬廣場 這個就是大道 你看到其實也有很多團 其實我覺得羅馬基本上都是一個旅遊區 很多地方周圍的景點都覺得是很多很多的遊客 這裏就是古羅馬廣場 這裏就是古羅馬廣場 現在我們就站在路上看下去 待會是會入場的 首先那個導遊就帶我們走上去山 走上去有個位置高一點就可以拍照 那畫面看到就是我搜集了一些資料 其實古羅馬廣場就是在八世紀的時候已經是棄置了 那它以前就是一些政府的建築物 和一些市場 那麽多年都是對外開放的了 就像現在這樣就是一個旅遊的點 其實這個古羅馬廣場就是一個叫做 叫做Palatine Hill下面的 那我稍後都會上那個山的 那現在呢就是可以走上去 現在導遊帶我們走上去的位置 就說那裏拍照會更好看 那就是差不多到這個位置了 那還有呢都會見到一些是 就是會見到一些人 就會過來是拍結婚照啊 那還有那些道路呢 很多時候都會是用這些石去鋪的 那其實都有點凹凸不平的 那所以走路的時候都要小心點看路 要不然都容易咬柴的 那現在呢就看到這個呢 就好像是海船門那樣的建築物啦 那還有這裏也是有個教堂啦 好了現在我們就出發去那個羅馬競技場了 那其實羅馬競技場呢 由於受到很多次的地震啊 還有有些人可能偷了石頭啊 那所以就破壞了一點啦 那所以就變成現在的樣子就是這樣 沒有了一塊的 那其實它原本建築的時候呢 就好像這個圖一樣了 那由於我們呢就是 那由於我們呢就是 訂了K-LOOK啦 那就有一個是 講國語的導遊呢 就帶我們去走的 那現在在入場的前面啦 那要等開場 就是等它開場的時間應該 那還有入場呢 我們是要show passport的 那好了 進到去啦 那還有呢這個 羅馬競技場呢 其實是世界七個 就是好像很奇蹟的地方啦 很值得去的地方啦 那還有裡面的遊客也很多 那我們跟K-LOOK呢 就雖然應該就比正常的 你去買門票是貴一點點啦 那但是我們就包了導遊費啦 那還有呢就有人講解一下啦 那但是呢這個票呢就只是包第一層和第二層的 基本上呢還有一層呢是在地下的 那那個呢還要再買票的 那聽導遊說呢都是很難去搶票的 那這條樓梯都幾高下的 幾直下的 那很多時候都拿著旁邊的走就安全一點啦 現在我們是上第二層 那還有這個是古羅馬競技場呢 以前除了是曾經做過鬥秀場啦 又是用過給別人住啊 又做過好像workshop那些地方啦 又住過好像安老院啊那樣 那也曾經有段時間呢 就是開放就是做一些鬥秀的表演啊那些那樣啦 那它基本上呢就用很多大理石啊 一些火山石啊 還有一些磚去砌成的 那還有呢這個 還有呢這個 競技場啦 現在呢就是 都是有一個羅馬的 帝國的那個感覺的 那些就是好像石頭的標本啊那樣啦 它周圍都會放很多不同的石塊在那裡的 這些就是在地下發掘的東西啦 發掘的古物啊那些啦 那由於就是 遊人眾多啦 那都是要小心自己的財物啦 那都是要小心自己的財物啦 因為在 就是 資料上都顯示呢 在很多歐洲的旅遊區啦 其實爬手是很多的 那所以我們走的時候都是很小心啦 尤其是多人的時候呢 要很常常都要很 即是機警的那樣去看著自己的東西啊 或者是 即是擺好一點啦 好啦 這裏就走到外面了 那很多人都在那裡拍照的了 那還有你看到很多位置都是很多遊客的 那都覺得是一個 真是一個很宏偉的建築啦 因為它說呢 以前呢 就算坐在那裡 即是觀眾啦 是可以有幾萬人的 最多去到成百萬人坐 那一層層呢是坐不同的人的 有些層層呢就是坐貴族啦 皇帝啊那些啦 有些呢就是 是給一些平民啊之類的位置這樣啦 那好啦 如果參觀完那個 羅馬競技場呢 那有個出口出啦 那出了之後呢 就可以繼續走去那個 古羅馬廣場的 這裏就是古羅馬廣場的入口啦 那其實古羅馬廣場的入口啦 那這裏呢應該有三個入口的 那導遊就帶我們在這個入口進啦 那進去也是要 show passport啊這樣的 那進去呢其實也很大的 那除了看一些 一些剛才的遺跡啊 古羅馬廣場的遺跡啦 那還有這裏呢都可以看回去 競技場那邊拍照啦 那還可以等一下呢就上那個山的 叫做Palatine Hill 那這道門呢 就好像是海船門那樣啦 當年的 意大利那邊的海船門啦 那這些很多都是遺跡啊那些那樣啦 那很多時候呢都是可以一邊參觀呢 就一邊盡量上網去搜尋一下 有沒有些歷史啊 去支援一下那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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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都是在那個 都是在那個 我們走到那個 古羅馬廣場裏面的 的 有很多位置打卡呢 都是很漂亮的 那如果喜歡建築的人呢 我想在這裏呢 就更加可以看到多些靈感啊 之類啦 不過我們走呢 其實都走到都有點累的 那全程都是走的 那好了 現在我們就上了那個山了 它有指示牌的 其實都不是說太久的 其實都不是說太久的 上那個山啦 那跟著呢 你就可以看回下去啦 那它這裏呢 都 有兩座東西呢 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好像展覽的 有給你看 這裏有隻海鷗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海鷗 飛了上來這裏 飛了上山 飛了上山 好了這裏呢 看下去 這個全景啦 可以拍照啦 也是很漂亮的 還有呢 之前呢 就是說 如果去廁所啦 就是羅馬這裏 就算去廁所呢 都是要付錢的嘛 那在這個 古老馬廣場裏面呢 我們後來呢 就見到 都是不用付錢的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已經 就是給了入場費啊 看到很多遺跡啊 那些 好像場上面的壁畫那些 都已經是 有少少退色的了 所以都是受保育的 我們走了 在門口看到 那個時間啦 還有 那個收費啊 那些啦 那我們就在附近呢 就找了個地方吃東西啦 現在大概都下午兩點左右的了 那找了 看到這間呢 就是可以吃扒啦 吃牛扒啦 那其實它都有薄薄啊 意粉啊那類的 但是呢 我們就看到那個餐牌 啊 為什麼那些扒呢 還便宜過 意大利粉啊 或者 便宜過薄薄呢 那樣 但是後來才知道 自己誤會了啦 就是又是中伏了 好像這瓶水啦 就收了是4歐羅的 那個啤酒呢就是7歐羅 那很多人呢都喜歡坐外面的 因為外面呢就會 涼爽一點啦 但是我又覺得 坐外面呢 又怕馬路那些塵啊 那樣啦 那但是當地呢 就會見到很多遊客 都是會坐外面吃東西的 那我們就坐在店裡 那我們叫了兩個扒餐呢 這個呢就是T-Bone來的 那他就已經說了說 大概有800克的 那這個是牛柳啦 那呢就是300克左右 那 但是T-Bone呢 就會比較韌一點 我覺得 那好了 埋單的時候呢 就 先知道 原來我的T-Bone呢 是52歐羅 另外一個牛柳那個呢 就是20多歐羅啦 那整餐合起來呢 就是98歐羅 那真的差不多 八百多元港幣的啦 那好啦 跟著我們呢 就想去那個噴水池 叫做Trawy Fountain那個 那一跟著Google Map找啦 那沿途就見到這個位置 那我不知道是 應該是一些政府的辦公室 或者總部來的 因為都見到很多警察 好啦 終於到這個Trawy Fountain了 都是一個很出名的Fountain來的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 很多遊客啦 圍著的 那他呢 那個高和闊呢 都是 我等一下會寫的 這個是一個在1762年 建築好的 在18世紀的一個建築 建築啦 它的高呢 就是26.3米 寬呢 49.15米 也是 意大利裡面一個最大的Fountain來的 那跟著呢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church來的 在那個Fountain隔離 這個呢 就是萬神殿了 其實都是這區的 很近的 其實都是這區的 很近的 所以這個是Trawy這區 那我們呢 就周圍走 其實Trawy這區呢 都有很多 賣東西吃的地方啊 餐廳啊 這樣 跟著我們在對面那裏呢 就買了一杯雪糕吃 那這個就是 意大利的雪糕啦 這個呢 就七歐 好 好啦 我們跟著呢 就 就是 走回到酒店了 因為都覺得累了 現在大概都是6點了 那吃了個扒餐之後 其實那個扒餐都三點左右才吃 那所以呢 跟著晚上呢 都已經不用怎麼吃東西了 回到酒店呢 就吃一些水果啦 這個水果呢 就是巴西的芒果啦 那昨天在那個家樂福那裡買的 那就是三十 不是 三點二百歐元啦 那就是三十多元 三十元左右港幣啦 那我又不知道它是不是味道太熟啦 那它的味道呢 就都不是說好甜 那但是都ok的 那好啦 今次的分享呢 就到這裏了 那如果我喜歡這部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啦 我是歡迎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下次再見啦 拜拜